所长,各位尊贵的大大师傅,我同学们,中午好,中午吉祥 好,我还是先把第六篇文章读一遍,然后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写论文五分钟系列讲座阅读文献的两个阶段 上一讲,我们提到大量的阅读文献是个挺苦挺累的活儿 所以我们想要学习一些技巧,掌握一些规律来减轻我们的负担 其中的一个技巧就是分阶段的阅读 我把在科研工作中的文献阅读大体上作为两个阶段 这两个阶段它的目的不同,方法也不同 在文献阅读的第一个阶段,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明确和期望我们的研究目标 而我们的阅读方法主要是贩读 在形式上通常表现为由厚度到薄 在第二个阶段的阅读中,我们的研究目的主要是根据我们的具体的研究目标 或者根据我们写作的要求,在文献中收集可用的论据 而我们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精读 在形式上往往体现于我们的阅读 可是由保到厚 一般来说,在我们刚开始某一项研究课题的时候 特别是当我们的研究目标还没完全明确的时候 我们多少会看到有些茫然 三观的文献往往看似浩如阴海 不知从何入手 在这一阶段,我们的阅读往往需要非常的广泛 所以,我们要努力提高我们的阅读效率 提高阅读效率不仅仅在于要读得快 更重要的是要有选择的读 刚开始的时候去读一些新闻的专业的课本 或者是一篇好的文献中树 可能对我们选择要去阅读的论文 会有很好的帮助 而在我们读论文的时候 我们往往先要读再要 觉得有必要的时候再去读结论 然后是一年觉得十分必要的时候 才会去继续阅读文章的方法和结果 在这一阶段的阅读中 我们常常需要根据我们得到的新知 对我们的具体的研究目标 进行不断的修订和细化 从而使它能够和现有的文献更加符合 使得它未来可能的贡献能够更有力量 在这一阶段中 我们的目光一定要放大 切记被一些低质量的论文 或者一些不重要的细节牵着鼻子走 我们主要要关注于 找寻我们的研究目标的 它的合理性和重要性 如果找不到 就需要做适当的调整 在第一阶段的阅读结束时 我们应该有了更为明确和计划的研究目标 同时因为研究目标更明确了 我们也应该有能力对下阶段要阅读的违线 进行精选和排序 在第一阶段 我们可能贩读上 贩读了上百篇的论文 而最终发现只有十几篇 和我们最终选听的研究目标 有些相关 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清除 这也就是第一阶段的阅读 有后到宝的意思 在文献阅读的第二个阶段 我们要开始根据我们选听的研究目标 对我们在第一阶段中 精选出来的文献 进行进一步的精读 这里精读的意思 不仅仅在于要读得全 读得细 更重要的是要带着目标去读 我们要去搜寻 我们为了回答我们的研究问题 或者是为了论证 我们的论点所需要的答案和证据 这样需要我们能够挖掘出每篇文章 可能生产到背后的价值 我们不仅要读出作者明确写出来的东西 我们还要能够读出作者 没有明确写出来的东西 比如某些前提和假设 我们要学会区分文件中的信息是观点 还是事实 我们不仅要读作者的结论 有时候我们还要去看他的结果和数据 根据我们自己的判断 做出我们自己的结论 这一阶段我们往往需要做大量的笔记 这也就是在第二阶段 我们阅读往往要由从老到后的意思 最后总结一下 在文件阅读的第一个阶段 我们主要是去积累累积和我们的研究课题 相关的较为普遍的大问题的知识 同时我们去搜集可以进一步真读的素材 而在文件阅读的第二个阶段 我们主要是去累积和我们具体的研究目标相关的知识 同时我们去搜集我们在写作过程当中 可以用到的具体的素材 第一阶段结束的时候 我们的研究目标明确了 从而我们就更清楚再度应该去读什么 第二个阶段结束的时候 我们根据我们的研究目标 找到了相关的论据 从而就更清楚下一步应该去写什么 在文件阅读的这两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都可能需要有多次的循环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学习这篇论文的一点点体会吧 基本上是把这个刘教授的 我觉得认为是重点的给他裸列出来的 我其实真的是很惭愧啊 基本上是照文宣科的 好 这一篇的课题是阅读文宣的两个阶段 那么昨天呢是接着昨天来的 昨天就提到的这个 这个文宣中书啊 学了它的两个基本点 就是有所觉和有所思 那么今天要学的呢 就怎么样去阅读这个文宣 那么阅读文宣 它是有技巧的 那么掌握一些个技巧呢 和掌握它的规律 那就可以减轻我们的压力啊 就减轻我们的负担 就可以花费很少的时间 就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了 花少的时间 那么达到的目的呢 也能够达到啊 那么这一篇它介绍的 其中的一个技巧 就是这刚才所说的这个标题啊 就是阅读文宣的两个阶段 一共分两个阶段 这个呢是它其中的技巧之一 并且这两个阶段 它的目的不同 那么它们的方法也是不同的 在文宣阅读的第一个阶段 它主要就是 它的目的是明确和细化 它的这个研究目标的 那么它的形式 主要呢它阅读的方法 主要是这个泛读 这是它的阅读方法之一 在形式上表现为 那么形式上表现为是 由厚到薄的 那么到后面呢 到时候再再说一下这个 有货到薄到底是啥意思啊 好那么它第二种 第二个阶段 它的目的呢 这个目的 在下一篇这里面有 它这个我放到这里来了 那么第二阶段 它的目的就是主要要根据 我们自己的这个具体的研究目标 或者根据我们写作的要求 在文献中收集可用的这种论据 这指的是精读和泛读的这个含义哈 那么这里就提到了这个 什么是泛读啊 和精读 那么泛读呢 一般的就是读得比较快的 并且还有选择的读 不是 它所读的要为下一个阶段的阅读啊 要奠定基础 为下一个找素材啊 找这个精读的素材的 那么精读呢 它就要 读得要全呢 要细 最为重要的是 带着自己的这个目标 你要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 带着这个去读 这个第一阶段的目标 我刚才提到了一下 就是它的主要目的啊 它是明确和细化 自己的这个研究目标 那么第二阶段的这个文献阅读呢 它主要就是要根据我们的 这个具体的研究目标 或者根据我们写作的要求 在文献中收集可用的这个论据 那么贩读呢 这块贩读这块 我刚才 有人没有讲到啊 我只仅仅指的这个贩读啊 是 它表面上的这个含义啊 那么这贩读在这一篇里面啊 这个刘教授他也讲到了 就是说在第一阶段呢 往往我们看到这个文献就比较多啊 浩如烟海 不知道从哪里着手啊 那么在这一阶段呢 他就提倡我们怎么样的去 广泛的阅读 还要提高这个阅读的效率啊 就不能是那种 广泛它具体的教的方法 比如说先读论文的摘要 如果你觉得这一篇可以的话 比如说我们现在写十三一的 那么我也就找一些 找一些编写的论文啊 但是这些方面很少啊 我找的很少啊 基本上找不到就找不到啊 我上次还是就是所长传的那一篇 在自己收了一些跟这相关的 那么呢我也是啊 我就是看前面的 有的它是整篇的有的 但是有的它没有 它只有摘要 前面那些很少很少的一部分 那么如果是整篇的 我也是看前面的这个摘要 我首先就是读 我看是不是我要的呀 要是不是我教的 我后面就不读啊 这一点的刘教授也是这样说的 他说就是觉得有必要的时候啊 比如说读了摘要 你觉得有必要啊 那么你再可以往后面读他的结论呢 或者是引言呢 再继续读 要是否则的话 没必要就可以放弃 这就是有的这个 他很谈到了 有的是一些低质量的论文呢 也也不要 也不要去读啊 就是不要被这些 不重要的一个细节 他说是牵着鼻子走 那么这一阶段呢 就是我我觉得哈 他自己这里面 这第一阶段 也说也要时刻 不要忘了他的目的是什么 这是你第一阶段 你要达到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要带着这个目的去读啊 那么他很明显的一个目的就是 要时他的这个研究目标 要把它怎么样呢 你要明确 要更明确 这是最终啊 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 因为你这个目标更明确了 你才能够有能力啊 对下一阶段的阅读的文件 就是进行这个精选和盘序 那么在第二个阶段呢 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个阶段 因为就贩读啊 读了很多 论文就像这篇里面 刘教授谈到的 或许你读了三百天的 但是你最后剩下的 可能就十几篇 那么最终显定的 他的这个研究目标相关的 只有这些符合 那么就要进一步的怎么样的 给他清除掉那些没必要的 他这个谈到了 就是这个由厚到宝的意思 就前面提到这个 由厚到宝啊 那么精读呢 精读是由厚到厚 就是第一阶段 因为要 第一阶段还要 他还提到了一个 就是在第一阶段 就是 还要区分那个文献当中的信息啊 他到底是观念还是事实 就是还要 不仅要读这个作者的结论呢 有的时候还要去看他的结果和数据吧 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判断 做出自己的结论 那么这个第二阶段 他就需要做 大量的笔迹啊 就是做大量的笔迹 这个就是他文中所说的这种 由 保到厚的意思啊 就是这个 由保到厚啊 我说不清到命 你看 所以我自己好像都有点混了 好 那么最后呢 刘教授还给我们来了一个总结 我也把他的这个 就是我用简单的一句话给他说出来了 他说 那么在这一篇里面 文献阅读两个阶段 我自己给他理的 我觉得他谈到的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阶段呢 这两个阶段 主要 如何的去做啊 比如说第一阶段 他主要就是累积和我们所研究的这个课题 相关的 就是较为普遍的一些个大问题和知识啊 并且呢 还要收集下一步精读的这些素材 那在第二个阶段呢 就是 主要的就是要去累积和这个研究目标相关的一些知识 还要收集我们在写作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可以用到的一些个具体的素材 再第二个就是文献阅读两个阶段结束时 就是两个结束的时候 所要达到的最终的目的 他后面也谈了一些 那么最终的目的呢 第一阶段 他结束的时候 就是要使我们自己这个研究目标 更加明确的 就是更 就让我们可以知道啊 下一步我们应该去读什么 那么在第二个阶段结束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根据我们研究的目标 要去找 相关的一些论据 要找到这些个论据 从而呢让我们 就是更清楚下一步应该去写什么 该怎么样去写 那么第三个 他又说到了 就是今天所学的这个文献阅读的这两个阶段呢 需要多次的循环 那么整个的这一篇呢 给我感受最深的呀 就是第一个 就是必须要明确这个文献阅读 它两个阶段的这个目标是什么 比如说我写哪篇论文 那么我通过贩毒文献 首先我要把我自己所需要的这个研究目标 要给它确定下来 因为这样确定下来 我就知道我下一步该如何就找手了 就像画一幅素免花吧 画个花花的 那么这一幅花呀 最少要在自己的脑子里有一个样貌啊 大致的轮廓 那个轮廓要有啊 要是没有轮廓的话 你就根本不知道从哪一笔开始花啊 从哪里开始啊 别说个大致的框架 可能就有一个 一个初步的框架就出来了 就大致的那个框架应该差不多就形成了 我也不知道我理解的这个对不对 那么第二个阶段呢 就是可以根据这个 自己已经明确的这个目标 和这个研究的这个框架 我就可以具体的去寻找 我所需要的这个论据 好 天哪 这还有捲入的 我没看到 好 今天这一篇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希望我没有说出 那么要是错了的话 请大家多多的包容 也带我深深的忏悔 我感觉我这个理解 理解能力 真的是三月间了 我感觉我理解 好像我 可能理解的不透 再就是我表达不出来啊 很惭愧啊 这块没修到 就是这个三月间难得很明显的一种 一种展现了 就是说不清道不明了 很有可能把那些非中年的都说得 啰哩啰嗦的还说不清 说得别人听不懂的 关键是因为我能够说得清道的名 用最简洁的语言 让别人一听就能懂啊 好 谢谢大家 谢谢所长 谢谢大家 好 如果有哪位同学 愿意分享的 请他999 我正好跟你们学 阿尔公顷准备的认真法师 恭喜你解脉 我就先放大了 谢谢伊师傅 专业您这个PPT做这么好 我这个不允许分享 你现在可以分享屏幕吗 我这个我是不是 这个分享不了呢 什么了啊 我把主持人给你 我这个还搞不来 我把你社会主持人应该就可以了 你看现在应该可以 谢谢 您讲得很清楚 别在那您那么用心做这个PPT 今天我就是 直接把这个图找了一张图啊 现在可以看到屏幕吗 所以在您分享的基础之上 再训细一下 就是说这一篇是第六篇 阅读文献的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贩毒 这个它第一个阶段 贩毒就是它 它就是这个目的 就是要明确和细化研究目标 所以它是贩毒 然后在贩毒的基础之上 第二个阶段就是精毒 精毒就是在明确和细化 自己的研究目标基础之上 就是要搜集 就是对自己这个研究目标 有利的这些证据 所以就要精毒 所以它分两个阶段 因为这文献两个阶段 一个是贩毒 一个是精毒 它各自的目的不同 一个是明确和细化研究目标 一个是搜集这个研究目标 它要用的这个证据 所以第一阶段 它是由厚 毒到薄 所以第一阶段完成的一个 结果就是它找出来 自己的眼睛目标了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在这些 找到这些材料里面 然后再去由薄 毒到厚 然后呢 找自己可用的这些证据 医据 所以 这个就是 阅读文献的两个阶段 一个是贩毒 一个是精毒 贩毒的结果是 找到这个研究目标 然后精毒的 要达到的就是 搜集到可用的证据 然后在这个贩毒的过程当中 就是有一个机会的就是 不能够 就是看这个 第一个就是说 切记 就是被一些低质量的论文 不重要的细节 牵着鼻子走 第一阶段就是要记会这个 就是要找就是 关于这个研究目标 它的合理性和重要性的这些主要的材料 这是第一个阶段 然后第二个阶段的话 就是不仅这个精毒呢 不仅要读的全 读的细 而且还要带着研究目标去读 然后呢 还要去读出来 作者他所做出来这些结论 而且能够根据作者 根据那个 就是作者 写的这些东西 然后能够自己总结结论 能够读出来作者 没有明确写出来的东西 然后还要区分文献中的信息 是观点还是事实 就是做一些判断 然后所以说在这个 阅读文献的这两个阶段里面 正好就包括了前面一节讲的 就是阅读文献的两个基本点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是要有所学 另一个是要有所思 所以在阅读文献过程当中 他正好用到了 是 所以就是这一篇分享的底 我也是想把它说一下 固化一下来 他这里说了 精读就是你要读得全读得细 而且你带着研究目标度 带着目标度 就是因为第一阶段 已经找出来自己研究目标了 所以第二阶段呢 就是要搜集 为自己研究目标服务的证据 或者是自己写论文当中 马上就要用到了这些依据 然后不仅要读出作者的结论 还要做出自己的结论 就是要做一些笔记 那个正好是在有所思的 这个点上 然后我要分享的就是这些 谢谢 给我机会 那我就把麦交给易师傅 谢谢小正师傅 你很厉害呀 好 还有三分钟 还有没有哪位老师 或者同学们分享 好 恭请中规的所长 好 谢谢 非常感恩易师傅 正师傅 也随喜你们的功德 也说得挺好的 我觉得你们总结的都挺到位 也很清晰 所以说不用那么担心 说得挺好的 我只是补充一点 就是联想到我们昨天学 顾问最近的开示 那么正好王老师请教的那一点 其实今天我们学到的第一个阶段呢 我理解就可以跟我们这个论点的 或者说叫做研究目标的具体化 定性化 那个叫什么 就是具体化 其实就是在做这个事情 清晰 对 把它定格了 定格化 具体化 定格化 更加的清晰 那我们一开始可能是 模模糊糊的一个目标 那随着我们阅读文献的时候 那我们的目标就更加的清晰 更加的细致了 更加的具体 所以第一个阶段呢 它主要是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和作用吧 那如果说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去阅读 那可能就是效果会好一些 那么刚才两位师傅都提到了 这个阶段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贩读 广泛的阅读 然后去抽取其中的我们需要的 或者说我们觉得跟我们的研究目标 我们自己有所想 有所感 能够写下去的东西 好 我就分享这么多 谢谢 谢谢随喜 随喜 特别两位师傅 还有我们方老师 现在主要是你们三位 主要是靠你们三位 也是 你们三位呢 现在比较 对这个论文兴趣 也比较浓厚 那我想我们就这样 欢欢喜喜的学下去 一点一点的成长 好 再次谢谢大家 还有其他 其他我们一致陪伴 虽然说没怎么发言 但是一直在默默地陪伴的 这些老师同学们 也感恩大家 好的 我就放外了 要不然我放不了 好 谢谢所长 所长 就是所长 这个你看我就忘了 昨天学的 好像猫了一点 就是上次讲的 顾问讲的这种汪了呀 就好多汪了呀 体面学后面汪 还是没有重视起来呀 这个补充的缺 就是顾问所说的呀 就是要把那个论点 论点要给他清晰化呀 定格化 好 谢谢所长 好 谢谢所长 还有谢谢尊贵的师父同学们 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的陪伴 感恩大家的包容 感恩所长的鼓励 好 谢谢 我就先放卖了